那郭董之前在记者会的时候 有提出中华民国台湾的论述 那其实被外界认为 其实跟蔡总统有点相似 那与侯友宜的杯水润 想诉求的对象似乎有点不同 是不是想要争取中间选民的选票 台湾我认为 百分之九十都是中间选民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和平选民 我六个字 和平 繁荣 青年 我现在喊 我选举的时候喊 我天天喊 这六个字做不到 你们随时可以罢免我 尤其是青年两个字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都是和平的选民 百分之 大家为什么年纪低薪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什么 是希望经济繁荣的选民 百分之一百都是希望有青年的选民 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 怎么样 立就是40% 我反对这个说法 我到台南去 多少乡亲看到我 The也是 TotoG himself 第一个字邀给我 因为他怕被发现 我听有人告诉我 但这个话讲出来 可能明天又报纸头条 他说 他发现到当初打败国民党的是谁 共产党 现在民进党要打败国民党只有学 我没说 这是你们说的我没说 当初1949年打败国民党是共产党 那么今天民进党要打败国民党 还有这样谁学 我没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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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